大家好 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来讲第一个故事是 小米汽车链鱼是不是真的来了 整个的造车产业链其实都在翘首以盼 而且大家真的叫忐忑的心颤抖的手啊 为什么 因为小米原来在各个行业里边都是链鱼 走到哪个行业里头就把哪个行业的价格咔嚓一下啥一把 这是小米惯常的手段 比如说吧 你今天想去买一台洗衣机 这个洗衣机如果你买海尔一个比如10公斤 这种滚筒洗衣机大概需要五六千六七千是还更贵些 你去买小米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也很漂亮对吧 那个机器可能就是三四千非常非常的便宜 电视对吧 你现在想去买一个三星的索尼电视 但是小米电视跟三星索尼比起来质量还要差一下 这个咱们首先要承认 但是你比如说你想买TCL或国内的一些品牌 其实差异不大的 那那些电视原来比如说一个98寸的电视 可能要卖到几万块钱 现在小米上来说红米98寸 卖个几千块完事了 或者说你说我不要那么大的对吧 我买个五十寸的两千三千对吧 给你搞这种事情所以小米走到那大家都很害怕 在小米发布会的头一天在雷军的微博上在各个城市最显眼的广告牌上都是蓝底白字上的写着小米汽车致敬谁是谁 一共致性了五个啊 比亚迪 未来小鹏 理想华为 不是随便去致性的啊 还有那些没有被致性到的企业还觉得很生气了 比如说吉利 今天很多人在写评论 说吉利你看看怎么没有致性到你啊 人家致性了比亚迪 致性了那个魏小李 致性了华为 没有你吉利的名字呀 吉利还出来怼呢 说你小米算个屁 小米说哎呀我们很尊敬啊 我们对所有的传统造车企业都很尊敬 包括一气二气啊 这些传统企业我们都是很尊敬的 但是我们先致性了五个吧 大家注意啊 他这个里头没有传统企业 比亚迪可能算稍微传统一点点啊 一气二气什么广气 通通都没有啊 特斯拉啊 这个什么国外的 什么丰田本田 什么福特 通通都没有啊 全都是国内的靠钱 他的小米后边也说了 雷军讲说 小米要在未来五年里头成为中国造车前五 你看到中国造车前五这件事 你再看看这五个名字 明白了吧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对标 就在你们这五个里头 我要啃掉一个啊 你们到底谁下去让我上来 他实际上干的是这么个事 没有被他写的名字上 其实是可以稍微心里放下心点的 你搁在这五个上头就一定是有一个要被他干掉的 没有排在五家里面的都是相对比较传统的 在电车里头 他们认为传统的这些车企都是上不来的啊 没戏 所以咱们就在电车里头 五个里头挤一个最后就能剩下啊 这就是小米未来的方向 而且大家要看清楚一件事啊 做传统手机的这些厂商 索尼 诺基亚 爱丽辛 摩托罗拉 再加上 呃 菲利普 现在还有吗 没了 为什么没有把其他的什么一气上气二气或者什么广气 为什么没放进来 你们就应该是像摩托罗拉 诺基亚 索尼这样 被大家淘汰掉就算了 你在蹦的什么劲呢 我们的目标只有电动车里边的前五 这些才是英雄才配跟小米同台竞技 其他人不配 这是他现在要去讲的这个话 那么现在这五个里头到底挤到哪一个啊 这个是他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或者这五个是不是就该自己掂量掂量 说哎 这个事行不行啊 对吧 这个里头有一些位置其实还是很尴尬的啊 比亚迪你想把他挤掉这个事呢 也不好说比亚迪 因为很多东西稍微旧那么一点啊 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新 但是魏小李 其实位置并没有那么好啊 华为呢 其实也比较尴尬 待会我们去分析 那么雷军作为一个 微博的老玩家 对吧 那么在开发布会之前一定要干嘛 叫呼朋唤友 说来来来 咱们到微博上都折腾一下啊 谁去发这个微博 去转发呢 比如雷军说我 12月28号要去开发布会了啊 第一个上来 宁王啊 叫宁德时代 上来说我们转发一下啊 祝贺一下啊 高通 英伟达啊 都要去祝贺一下 高通干嘛呢 他里边车机的芯片 是用的高通的 英伟达呢 是他做的无人驾驶和这个 就是自动驾驶的芯片 用的是英伟达的 高德地图啊 里头用的高德地图 要出来祝贺一下 酷狗音乐啊 搜狗输入法啊 都得出来讲一讲 说啊 这个祝贺一下啊 你这在小米汽车里用上了 但是汽车厂商呢 就要严正以待了啊 这个里头最不客气的 是谁呢 就是这个吉利啊 吉利呢 他下来有一个品牌 叫吉克啊 吉克在小米发布会的头一天 发了同样档次 同样对标的一款车 叫吉克007啊 也就是C级轿车 再往前发的 比如说问界M9啊 他50多万 跟这个 而且是大型full sizeSUV 跟小米这个车 压根就不在一块啊 所以华为在这一块呢 还算是 没有特别针锋相对 华为前面发的 智系S7 算是比较真正相对的一块啊 但是极客啊 发的极客007 正好对的啊 而且极客007的啊 配置什么的 都是对着 小米苏7去的啊 SU7 所以有很多人说 这车叫俗气 小米俗气 极客007 给的价格是多少 22.99万 其实已经是压的压力很大的一个价格了 所以也是为什么小米就不去致敬吉利了啊 你在这给我上眼样了 我干嘛致敬你啊 没准原来有 他呢 现在就没有了 各种针对小米的负面宣传啊 现在也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很多人都说 这个东西我劝你不要买 这个东西一定不行 在国内很多的自媒体都在 很努力的在说这件事 在跟华为 跟这些厂家 包括比亚迪啊 去跟这些厂家去竞争的过程 小米在舆论场地上啊 并没有那么强的优势 你说跟一些小厂上竞争 这个小米还是可以掌控舆论阵地的啊 但是跟华为竞争 它是不太行的 比亚迪其实在整个舆论圈也是很强的 因为小米苏7的那个普通版 用的是比亚迪的电池 苏7的这个豪华版 或者说叫做Max版 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啊 它其实还算是小米汽车的供应链之一 所以比亚迪可能还客气一点 所以我们相信现在 出来去炒作小米不行的这些人 可能都是华为的这个水军 12月28号 小米汽车发布会 从下午两点开始 雷军整整在上面讲了三个小时啊 这个真是不佩服不行 它是68年的啊 这个岁数也挺大了 你像我坐在这儿讲 讲两小时 我还觉得这个累的不行不行的呢 人家站在那儿 在大舞台子上面对这么大一个场子 讲三小时 还气令神仙 中气十足在那儿讲 这个事呢 还是要钦佩一下 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干啊 现在不行了 你像雷军还比我们大几岁 他68的 在整个的发布会期间 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 他没讲 他这点是什么 价格这东西到底卖多少钱啊 他没说 其他都说了啊 各种情怀 各种小作文 各种比较拆开了 柔顺的讲 都讲了 就是没讲价格 那么大家为什么唯一的关注点就是价格 大家要想清楚一点 这个要想 手机这个玩儿 其实已经完全统治化了 除了iPhone之外 全是安卓 你说我到底是买的 华为的小米的 OPPO的微博的 它有区别吗 其实没什么区别 都是里头安卓系统 最后 大家挑选的时候 也只能通过价格来分档次了 你这个东西 4000块钱以上的 6000块钱以上的 这个3000块钱以下的 或者什么样的 他最后这么来分这个东西 或者说 我们按照这个品类 稍微分一分 折叠屏的 柱子折的 纸板的 一共三种 大屏的 小屏的 也就这样了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讲了 那么在这个里头 大家只能去宣传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你比如说 我这是莱卡的这个镜头 或者莱卡的这个叫色彩方案 他们镜头最后还是用的国产场上的镜头 C模式都是用的国产场上的 只是这个里头的影像优化的方案 或者叫影像优化的芯片 可能是来自于莱卡 另外一家 这个是OPPO还是微博 我忘了 上来说 你那是莱卡 我这个是哈苏 大家开始玩这些东西 但是你说真弄完了以后 你真的能够感受到 那个照片有不一样吗 其实你感受不出来 对吧 你拍完了以后 只是觉得 这滤镜加的恰到好处 也就完事了 对吧 这个相机上给你印一个莱卡的标 或者印一个哈苏的标 也就完事了 电动车呢 其实现在一样啊 也是彻底同质化了 我记得原来谁说的 说汽车就是四个轮子加俩沙发 李淑福还是谁说的 电动车更是这样 对吧 四个轮子加俩沙发 那是汽车 对吧 那还有发动机 还有变速箱 还有轴 还有这些玩 对吧 你现在到这个电动车了 除了四个轮子俩沙发之外 剩下就是电池和电机了 其他啥也没有了 你说你有啥差异化 你也就是车型差别 C级轿车 小米发的这个苏7啊 苏7这个车就是C级轿车 SUV分个大众小号 对吧 比如说华为问界 M5 M7 M9分个大众小号 MPV现在算个新战场 刚才我们说这个极客 有一个车叫极客009啊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MPV 那车还看着挺挺大气的 现在理想也在出MPV 小鹏可能也要出一个MPV MPV呢 在海外这个东西叫mini1 特斯拉 说我们Cyptrack上来了啊 比亚迪说 那我也上个皮卡吧 这个电动皮卡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搞一搞 所以在电动车里头 基本上也是同质化的 怎么办 那就关心价格了 这个东西呢 就跟咱们买兼容手机 或者是兼容电脑是一样的 电脑也好 手机也好 它没有品牌 溢价没有品牌认识住的时候 那大家比的是什么呢 比的是 你家CPU用的是谁的呀 用的哪个型号的呀 你是AMD的呀 还是Intel的呀 还是ARM的呀 还是高通的呀 还是谁的呀 那你的GPU用的是谁的 核显 独显 ATI的 还是这个英伟达的 内存用的多大的 硬盘多大的 屏幕多大的 当我们没有品牌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东西拆开了 算价格 雷军现在干的这个事也是这样的 我先不告诉你多少钱 我先把这东西都拆开了 给你看一遍 就跟那个以前咱们讲相声 到天津买鱼 这鱼这个够三斤吧 哪三斤啊 四斤还高高的呢 跟你讲这话 我先给你把鱼撑了 你先看看 四斤还高高的呢 然后咱们再说价格的事 苹果呢 原来是不太讲究这些玩意儿啊 我CPU GPU内存什么 我不太讲这玩意儿 我这两年也在疯狂的强调 他们的CPU 为什么 挤牙膏嘛 没有创新了嘛 我只能告诉你 我的CPU又升级了啊 只有自己缺乏品牌力的商品 才会强调配置去堆料啊 堆料其实是消费降级的体验 我实在是没有故事跟你讲了 没有品牌让你去消费了 我就会往里堆料啊 马斯克原来讲过一个事 他说什么 他说电动车 为什么要800公里续航呢 太傻了 就很多人不理解 说马斯克为什么讲这个 你说你特斯拉做不到800公里续航 你凭什么去效果 其他那个国产电动车 可以做800公里续航呢 这事其实很简单 对吧 像我们一般在城里头开 如果是500公里续航 像我比如说汽油时候 加满硬箱油 大概能跑500公里 这500公里够跑多长时间的呢 够跑一个礼拜的 对吧 你只要不抽远门 一个礼拜是足够了 或者是你跑的再少一点 可能够跑两个礼拜的 但是汽油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你烧完了 它就没了 对吧 电池这个东西不是这样的 电池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甭管是充满了电 还是把它耗光了 它都是可能两吨 或者几吨 它隔着 那个东西很重的 对吧 你不可能说我把它烧光了以后 这个电池的重量就没有了 所以你如果有800公里续航 你等于始终需要 背这么大的一个重量的车上 你的这个车的所有的结构 所有的轮胎 所有的发动机的东西 你都需要按这个重量来做 所以这个事它太傻了 它说我们不需要 说我们为什么需要800公里续航 我做500公里续航 我就是可以把所有的重量 所有东西都减下来 我整个车的成本就全下降了 其实如果我们正常在城市里头开汽油车的话 你每次出去加半箱油 可能才是最省油的方式 你何必去背着一整箱油满街溜达呢 电动车在这块更是如此 但是现在小米就没有 我把800公里给你堆里头了 我是可以开到800多多公里的 这个就属于很傻的一种方式 但没办法 没有品牌认知嘛 就干呗 那么车到底怎么样 首先咱们要想清楚 大家是为什么会买一辆车 我记得以前我买车的时候 买第一辆车的时候 人家给我讲过一故事 什么故事呢 说你去问一个男生 说你为什么要买辆车呀 或者你去问一个女生 说你为什么买这辆车呀 这个男生一般会回答什么呀 说配置 速度 价格呀 保养 安全呀 他会讲一段堆这些玩儿 女生你说 你为什么要买这车呀 好看 还是好看 更好看了 我就是喜欢看 最好看的 女生就这么买车的 首先咱们讲这件事啊 这个车的样子其实不丑啊 就跟保时捷的开坎 是长得不能说很像吧 只能说一模一样就行不行 这个车就基本上从侧面看 就是开坎 从前面看也是开坎 从后面看可能有点像这个 一个英国的那个叫什么车 我忘了那个车叫什么 就前面长 画了个老虎头的那个车 肯定是很漂亮的那个车 出去还算有面子 对吧 所以样子这块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你去问所有人说 这车怎么样啊 没有一个人说这车难看的 对吧 因为不能说这个保时捷 太看难看的 这保时捷太看挺好看的 或者说至少你这个车 在一百万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看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 这个你会被PUA 被一百万这件事 PUA了 你看一百万 这个车好看吧 如果我说一百万的车 不好看这个 好像这个人很没有 没有层次哈 整场的发布会呢 他没有对标国内的车 整场的发布会都在对标 特斯拉的Model S和保时捷的Taycan 这两个车呢 基本上都算是百万豪车吧 Taycan有百万 这个特斯拉的Model S的话 大概有个七八十万 反正都是比较贵的车 大家要知道 曾经的小米 小米刚出来的时候 喊的是什么 叫苹果一样的品质 苹果一半的价格 小米一小米二 当然都喊的这个 当时坐这个车 就是要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 当时小米一小米二 就是照苹果做的 连图标都照苹果抄的 现在他也说 我对标这些车 我给你上一半的价格 但我不会一半 可能还要少 因为像Taycan 一百万嘛 他不可能卖五十万吧 这个车再怎么着 也不可能去卖五十万 高配版 没准是三十万上下 到底是三十万上 还是三十万下 这事就不好说了 黄金团队 好好的去炫耀了一下 这是雷军比较喜欢的事 三千四百名工程师 他其实要比 所有的造车新势力 包括像华为那样 他比这些人的 工程师的数量 都要多得多 因为很多人都说 小米原来是个代工厂 其实小米从来不是代工厂 这个是不太了解小米的人 才去说的话 小米原来在做手机的时候 它是什么 它叫design house 叫设计师 这个手机并不是他造的 都是代工厂替他造的 他只管进行设计 进行品牌包装 进行宣传 讲IUOK 然后做所有软件的东西 是他做的 硬件的东西 他设计完了 有人替他做 就跟现在比如说 英伟达 我把芯片设计完了 台一店去给我做 以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后来小米是把这些代工厂 直接买下来了 那就你就牢牢实实跟我就一起就完事了 变成这样的一种形式 但是现在要说我们要翻身杖 就真的我是做科研的 3400名工程师 100亿人民币的研发成本 我真的把这钱都花了 雷军其实是有一个很神奇的战绩 是什么战绩 开始做小米的时候 他说我们要去做小米手机了 他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件事是先去到魅族去取经去 我看别人怎么做的 我先学习学习 对吧 他呢在整个圈子里头 名声还可以 他原来是金山老大 对吧 金山是整个中国软件界的一个先驱 任何一个在中国做软件的大公司里头 你说我手里头 没有金山员工 不太可能啊 所以小雷军走到那儿 说我学习一下 大家还是很客气的 他先跑出去学习了一下 学完了以后呢 他干了一啥事呢 他把这个全世界所有做安卓的程序员工程师做了一排名 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谁排第三 有一些在美国的实在找不着算了啊 就找在中国的能逮得着的 就一个一个上去敲门 外访说你好 我是雷军啊 我今天要去做小米手机了啊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你跟着我干吧 那有人不同意怎么办呢 他们最高记录大概是连续说服20个小时 然后呢 一天20个小时 可能第二天还接着去 第三天继续去 如果发现实在是说不服 那他在找第二名 在找第三名 在找第四名 所以雷军的小米团队在早期的时候 就是这么组建起来的 所以小米在早期的啊 他的软件能力 特别是安卓整个的能力 其实是很强的啊 在雷军不懂的地方 这边硬件 他不太懂 那怎么办呢 只买对的 不买贵的啊 当时的方案就是 高通的方案是最贵的 其他的方案要稍微便宜一些 那咱就买高通的方案啊 不去买别的啊 所以他的手机呢 在他搞不明白的地方 他就花钱堆了 搞明白的地方 他就冲上去 因为雷军自己其实是个软件程序员啊 是个工程师 他就疯狂的上去挖人去啊 挖完了以后啊 把这些人堆到小米的团队里头去 给他去做小米的人格的产品 所以到汽车这块 继续如此万里 怎么办呢 先出去啊 开150辆车 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计划 开100辆车 跟每一个人去请教 去找马斯克啊 去找挨着个的这些造车的人 都去跟人说啊 我们想跟你合作 想怎么样 你到底怎么造车 你跟我说说啊 每一个人都跟他说这件事 说完了以后 挨个去挖人 他也是把整个造车的 什么供应链的各个地方 排名 排名挨个去挖去 不要去看这3400名工程师 多还是少 对于雷军的这种操作方式来说 他就是要结果导向 我要什么 我很清楚 那我就照着我要的去 我就把我所有要的 哪一个团队 哪一个方向最好的人 排个去 挨着个去挖 而挖的时候就真的是 站在门口 我去跟你敲门 敲门你不开门 我就接着敲 你跟我谈 十个小时十个小时跟你说 说的你不同意 我明天再接着来 他真这么干 这个是金山的一个传统 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小故事 雷军离开金山了以后 就是雷军离开金山去做小米 金山系混得很惨 玩不下去了 一帮人说怎么办 他说我们必须把雷总请回来 怎么办呢 也是这招 到雷军门口敲门 雷军不开门 我就在门口等着你 等多少天 不能说跪 但是反正肯定是在那耗 耗完了以后 最后是拉着雷军一把鼻涕一把泪 你只要出来见我 我就跟你哭 哭完了以后 说那雷军说不行 他走我回去吧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氛围 所以雷军的团队肯定还是OK的 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叫工程师造车 雷军本身就是工程师出身 软件程序员 写的程序 写的代码还是写的不错的 指标呢 肯定是遥遥领先 这个就是各种堆料 能让我堆的地方 我肯定都给你堆上 对吧 堆完了以后 剩下的我也不跟你玩花活 大家要知道 像比如说 华为造手机是喜欢玩花活的 对吧 他跟你讲的很多东西 其实里头料堆的并没有那么足 包括现在的那个麒麟9000S 全就是个花活 那完全就是两三年前的 技术水平就拿出来了 华为的内存 华为的各种的配件 包括他的屏幕 都从来不给我买最好的 因为他觉得 我华为的品牌已经值钱了 你只要知道是华为 你就该来买 但是雷军向来是干嘛 我就给你买最好的 你要宁德时代的电池 我给你买去 你要谁家的这个支重 我给你买去 我把所有你能想到最好的 我给你买回来 这玩意就跟咱们团兼容机 那过程很像 英特尔的CPU最好 买英特尔了 现在到哪个版本最好的 买这个 我们这种工程师干活 都是这样 就是一个一个品类去调研 调研完了以后 只卖贵的 不买好的 真的这样 因为好的事情 我们也不那么懂 而且你买了好的 不贵的那些东西 会有一什么问题 你跟用户讲不清楚 你跟用户说 我这东西虽然便宜 但是比那好 人家总觉得你坑他 对吧 因为你没有这个信任 那么作为工程师来说 那怎么办 我就买最贵的 给你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雷军也是走的这条路 信价比之王 当我把所有最贵的东西 都堆一块的时候 我再给你一个 让你惊掉下巴的一个价格 这事他们不就搞定了吗 价格是所有人 唯一关注的点 在发布会开始的时候 小米的股价是在上涨的 但是在雷军整个 讲发布会的过程中 说99000不可能有了 到这个宁德时代 101度800伏充电的 电池包的时候 说你们也不去看看 说所有配这种电池包的车 都40万往上 所以14万9的那些人 你们也别跟我讲了 基本上讲完这两句话以后 股价蹭就下去了 大家就有点心凉了 这私本市场是最诚实的 大家是拿钱投票的 对吧 像咱们在这刮刮刮 活儿八道 这个没关系 对吧 我们说了也不用负责任 但是你私本市场 大家真的是去买你的股票 真的去买你的看涨 看跌跌期权去了 这个事是不能造假的 那么你说14万9 这个车就真的没有了吗 不一定啊 因为小米说了 我们出两款车啊 第一款用的是 比亚迪的磷酸铁里电池包 400伏 单电机版本啊 这个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便宜的 但这车多少钱 他也没说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刚才他讲的 宁德时代 三元里 101度电池包啊 双电机800伏 高配版 续航800多公里 上面那个续航 大概是600多公里啊 他讲的是什么 就14万9 不可能的那个 他讲的是三元里101度电池包的这个车是不可能14万9的啊 但是呢 他并没有讲说使用比亚迪400伏这个行不行啊 为什么他们现在都在玩800伏 特斯拉大概在卡车上和subtrack上是800伏或者1000伏的 未来现在也有一些车啊 最贵的那些车大概是能到1000伏 但是呢 大家都在往上拉充电的这个电压 为什么 因为你电流大了以后会发热 我要让相对电流比较小 就可以把大量的功率充进去的方式呢 就是把电压提上去 以前都是400伏的电压啊 在这个技术上去充电 现在呢 都是做800伏电压 直接往里充 这样是相对来说 充电会充的更快点 所以在800伏电池的话 10分钟啊 可以充个两三百公里的电进去 就可以接着跑 因为大家原来充电焦虑只是 最大讨厌就是充的时间长嘛 所以就是高配版不可能14万9啊 但低配版 有可能依然在20以下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但是你说到不了14万9 或者15万16万 这个事都是有可能啊 所以现在看呢 高配版应该在30上下 但是雷军还是比较狠啊 这个到底能狠到什么程度 咱们不好说 低配版呢 现在大概率就在20上下 你到底是1918 还是敢做21 这是不好说 因为咱们前的奖呢 那个极客007是21.99啊 既然他做了21.99了 那这事他可能就有可能 直接给你做到19.99 保持价格神秘感 那件事呢 肯定是可以让小米 在热搜榜 在话题榜上 停留更长时间的 雷军本身是一个懂流量的人 说我们这一次 不叫发布会啊 我们这一次叫技术发布会 或者叫预发布会啊 以后我们还会正式开发布会 真的给大家去看看车里边的情况 因为现在各个主播 因为雷军也找了一些网红 给他录这小米汽车啊 俗气汽车的这个开枪视频 但是呢 只许讲外观 不许开门 不许录内饰啊 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估计内饰上可能还没有最终的定稿 但是外观 包括工信部整个的拿到这个牌照啊 或者什么这都做完了 雷军现在还会继续炒作这个价格的话题啊 这个还是大家关注的事 现在的价格肯定也确实没有想好 雷军绝对不是说 我现在已经把价格定好了 就等着回头宣布了啊 这个价格是经常会变的 跟大家讲一故事啊 以前我们在猎豹的时候呢 就跟雷军去说这事 说那个 说雷老板 你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硬件啊 我们想做那个精华系 你就把精华系的生意交给我 我们来替你做吧 雷军呢 就不吐这口 不能说不让你干 反正但是我也没说让你干啊 他自己也去找人去做去了 雷军说 那我就这个逼你就饭吧 这事怎么办呢 就做了一个精华系 还做得挺漂亮的 做完了以后呢 给这机器起了一个名字叫豹米 豹字豹 小米的米啊 豹米 然后把这名字也站上了啊 商标也申请了 这个什么网站都开了 也开卖 雷军我们知道他哪天做 也知道他哪天发布 知道他那机器卖999 我们就在他的头一天发布了啊 比他早一天 就跟这次这个 极客007干的活是一样 早一天发布 我们发布的机器是998 那将这个老雷的军嘛 所以你看你就别弄你那个了 他就用我们这得了 我们做的也挺好看的 机器也不错对吧 你看我998 我们还能还能把这东西做出来 也发布会都开了 估计以后我们都说我们是雷系企业 咱就咱就往前走吧 老雷就不干啊 老雷最后是把他那个 机器是卖的是997 他肯定原来定的是999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卖998 他就卖997 所以他的这个价格 现在一定是还可以有调整的空间 他还可以自己改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他就已经洗死了 他怎么改呢 就还是要看市场反馈 比如说大家的呼声很高啊 或者说定的量很大 这个事呢 他就可以卖的再便宜点 如果说大家都观望 都是这个不冷不热的 那这个价格可能就会贵一点啊 而且不要想着这东西一定会特别便宜 为什么呢 汽车这个东西啊 它是有极强的热胶属性的 你买一个特别便宜的车 它会有什么问题 你开出去再丢人呢 它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它不会特别便宜 你说我这东西999啊 或者说这个 99800 或者什么这样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包括14万这个事呢 确实有点难 但是他怎么着应该是在20 往下那么一点 18 19啊 或者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去理解 又让大家大吃一惊 对吧 还是这个比较有面子 你说我也买了一个接近20万的车 比如你加个税啊 加个配置啊什么的 可能也就到20万了 他可能是这么来去做了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依然在看市场反馈 那你说我这车能不能赔钱卖呢 这很多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手机你说能不能赔钱卖 大家想想 手机啊 其实是不能赔钱卖的 千万不要说我这手机赔钱卖 现在我见过唯一赔钱卖的手机 就是乐视手机 1500块钱的手机 做出来以后卖999 甲卫庭希望靠收这个订阅费 然后再把这钱收回来啊 那是胡扯 最后就是甲老板就是下礼拜回国啊 变成这样了 手机是不能赔钱卖的 汽车也不能赔钱卖 那你说不对啊 魏小李 赛利斯都在亏损 都在赔钱 甚至很多人说这个 未来卖一辆车亏十万块钱 对吧 那你怎么能说他不能赔钱卖呢 大家要注意啊 整个这个车从造出来 我们管它叫boom成本 从工厂出来以后 到用户手里 这个一定是挣钱 如果这块赔钱的话 这公司就必死无疑了 他一点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亏在哪呢 亏的是研发成本 亏的是宣发成本啊 我要宣传 我要做网络 亏的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资金占押成本 就这三块东西 你是会把所有的利润都吃掉 而且会吃掉非常非常多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 你像蔚来 他这么多新车型出来 像每个车型卖了没几辆 那你这个研发成本 肯定是摊不掉的 这么多店 对吧 咱们现在只要找二大商场 里头都有蔚来的店 那一个店里头卖不了几辆车 那商场房租归着呢 未来一年可能在全国 也就是这么一两万辆车 你分散到这么多城市的 这么多大商场里头 那你说他每个商场 他卖的那个车 他能背回这个房租来吗 不可能背回来的呀 还有一个巨大的成本 叫资金占押 那东西是什么 我不能等你买了车 我都给你造吧 我这钱把他造出来 造完了以后 放在库房里放着 等着你来买 对吧 那我造完了以后 放在库房里这段时间 那个钱我已经花了 这个钱是银行的钱也好 或者谁的钱也好 它是有成本的 你要把它压在那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本 所有做生意的人 一定要注意 这个成本非常可怕 那么真正敢赔钱卖的东西是什么 真正敢赔钱卖的东西是电视 贾跃亭那个说法 在电视上 它是管用的 每年从电视里头收订阅费 至少能收三年 其实我们电视 一般大概能用个六七年 或者更长一点点 但是呢 他说这个还有付费率吗 有些人付 有些人不付 对吧 所以他就算了一下 说我就每台电视 收三年的订阅会 搜完订阅费以后 我再挣点广告费 那我所以电视赔点卖 最后只能算回来 它能挣钱 电视还可以做一什么事 叫单一报款 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省钱妙招 什么叫单一报款 你比如说 长虹做电视 TCR做电视 他一年会推一大堆款 比如推十款 推二十款 这些款里头 就有一款好卖 其他都不好卖 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情况 你要靠这一款的利润 其他那些不好卖的款的利润 全背回来 这个是必须要干的 要不然你整个公司就亏锁了 但是像互联网造电视 互联网造这东西 我每年可能就推一款 小米电视 实际上就是一个 后来比如每年推小米电视 一二三四五 那你每年就推一个 有的时候可能红米再推一个 到等长片线再稍微丰富一点 他每一个品类里 非常就一款 互联网电视的款 一定要比传统电视厂商 要少的多的多的多 这样好处是什么 就他这种玩法 所以这个电视是可以干这个事的 而且电视的寿命也比手机要长 订阅费 还有一个是什么 很多人订了以后会忘了取消 哪怕我这电视都换了 都换了 我换了他别的电视 我的订阅费都未必能取消的了 想不起来嘛 所以电视可以干这个事 要真正赔钱卖 手机是可以靠后续的 装APP 装游戏 游戏订阅 游戏付费 可以再赚回一些钱来 原来我做过一些调研 小米手机是所有国产的 安卓手机里头 在这个手机卖了以后 再获得利润最高的 就是小米手机 它是最会玩这个的 工业产品 那你说我这个价格怎么办 大家注意啊 一批产品 不同的数量 那个成本完全是天上和地下 什么意思 比如我造一辆车 跪去了这玩意 你说我造一百辆车 那个成本就几何急速下降 你说我一次造一万辆车 对吧 那各种成本就可以飞快的再往下降一大几 你说我一万辆车造完了以后 再造两万辆 成本还可以往下走啊 因为你买各种零位件 各种的这个东西 它都是希望你多买一点点 你多买了 它就愿意给你降价 它都是这样干的 所有厂商都希望用户多定一点 为了用户定得多 这些厂商的老板愿意跪下来唱征服 怎么讲 雷总你就是天上地下最亮的仔 你的车一定会大卖 你既然已经一定会大卖了 你就多买我一些东西 我这个车的灯泡 你去买十万个 又有什么问题吗 像我们以前做 看各种做硬件的项目 都会干这种事 被这些厂长 被这些 也其实也是老板 而且还很有钱的老板 这个很谦卑的说 你这个东西一定行过 很看好 一定要多买一点 就去买 买完了以后 最后被资金占押成本 和库存成本 这是把公司玩死的 挺多的 我见过好多这样的案例 但是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虽然占押了资金 但是你的成本确实下来 确实变便便宜了 如果雷军说 我发现 我这个车很多人喜欢 我真的是可以加大的订单 去订这些玩意了 那他就有可能订一个更低的价格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不能太便宜 刚才原因我们讲了 还有一点是什么 就是车这个东西 他除了有社交属性之外 你看他有其实有几个属性 第一个 他是有使用的属性 我是有一辆车 四个轮子 两个沙发 有电池 有这个叫做电机 对吧 是这么一套东西 第二个呢 我有一定的社交属性 开比亚迪的车 其实大家就觉得有点丢人了 比较土 包括北汽的车 怎么看着这么土 你开着这个问键 华为问键 大家会稍微的觉得 你这个人是不是正福利的 小米车 在这块上不会特别差 车还有一个属性是什么 叫金融属性 你这个车是有二手车的 对吧 你这个东西如果偏离很远 比如说我这个车 二手车不值钱 那这事都没法走 咱们以手机为例 苹果手机是保值率最高的 对吧 但是车呢 要比手机的整个使用 时长要长得多 里头它的保值啊 或整个这些东西 我们还要看 因为电动车 大家其实也有买二手的 但是反正我觉得 大概买二手电动车的人 会心里会比较打鼓 这个电动车里的最核心 那个最值钱 那块东西是电池 而电池的寿命没有那么长 而且电池 你有一些故障 或者有一些问题 你不是说在买车 你可以听听发动机的声音 就可以搞定的这件事 对吧 所以它有三大属性 那么这三大属性 在定价的时候 肯定都要去思考 所以雷军现在还没有 真正的定价 未来还会定的啊 那么小米真正的杀手锏 是什么 就是小米汽车啊 咱们讲了这么半天 你说车到底 技术参数是什么 我也不给大家念了 有兴趣自己去看 雷军的那个三小时演讲 或者有一些 专门讲汽车的博主 他们会讲 咱们都是讲商业的 对吧 那么小米汽车 在商业上真正的杀手锏 是什么 第一个 雷军的全部荣耀啊 这个事一定要注意 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事情 它对标的是谁 对标就是华为 为什么 华为到现在为止 都不敢自己站在前台来说 我造车 对吧 他说我造的车叫问界 那个车后边叫赛利斯 他造的 对吧 是我跟那个叫长安 跟他们合资 做了个公司 做出来的车是长安的 都不是华为的 所以这个里头是没有 华为的品牌在里头 虽然咱们都讲华为问界什么 这个车也摆在华为的展台里呢 但那个车 它不是华为的 华为自己也不能承认这件事 对吧 谁敢承认说这东西是华为的 谁就会滚蛋 但是雷军说 我的全部的声誉 我全部的荣耀 我的全副身家 就在这辆车上了 这个是不一样的 任正非你出来 你试试说 我全部身家去坐一辆车 没有这个对吧 雷军的全部荣耀 华为这种耍华头的 对吧 我说我今天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需要在各个造车厂家之间 有刃有余的这种 那我就直接把你逼到死角 我就是自己来的赤博上阵了 对吧 你们自己看着办 理想那是赤博上阵了 对吧 未来赤博上阵了 小鹏赤博上阵了 对吧 他都是这样 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雷军我也赤博上阵了 跟你这个华为不一样 第二个 雷军呢 真的算是朋友满天下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小米下面这个基金 就是跟小米一起 做这个基金 叫顺维基金 什么意思 叫顺势而为 我们不要逆天而行 我们一定要顺势而为 雷军为什么会讲 赶上风口 猪都能飞呢 他讲的就是这么个话 我不能顶风 逆风飞 那是胡扯的事 咱就是顺着风口上去的 雷军在圈子里混的年头 真的是很多年了 而且有巨大的利益网络 已经建立起来 什么叫利益网络 米家产品线 所有东西都有 而且这些圈子里 大量是小米投资版图 我直接投资你 我在里占股 我来决定你怎么弄 现在造车的产业链条里 里头已经有大量的厂商 是直接被小米投资了 对吧 那你就要优先给我供货 你就要优先来考虑 我的技术指标和参数 已经往这个方向走了 而且有很多的人 愿意去参加米家系列 你加进去以后 你再不管卖的事 我只管糟就完了 我就可以老老实实的 做一颗螺丝钉了 其实是很幸福的 小米呢 也会去收购 很多上下游的产业链 像原来手机的 这种代工厂 就直接被他买下来了 所以现在大家说 我跟小米这一块混 就上岸了 这个事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雷军其实一直都还算 做的比较仗义的 真的跟雷军汇报过 那么你下次混不下去了 去找雷总 不好弄了 你是不是给我一个 赏口饭吃 但雷军真的会在 手下的各个业务线里 给你挑一块 说这块还不错 你去试试吧 他真干这种事 以前很多金山的老金山的人 就干这种事 玩不下去了 就回去找雷总 雷总我混不下去了 你能帮我一把 他就真棒 他这块还是搞得还不错 小米的品牌 在很多年轻人中 还是有一定好劳力 不是说完全没有了 还在 而且呢 还有那么多门店 小米全国的门店 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小米门店 跟华为门店 还有一点特别大的区别 是什么 小米门店 其实更像苹果门店 他都是他自己的 小米公司自己家的 华为门店的有极个别 是他自己的 绝大部分都是加盟商 那么这个差异就在什么地方了 加盟商 他就可以自己拖手加价 可以不执行你的各种的政策 可以在里头去搞一些这种 搭售干这种事 小米因为都是属于小米公司直属的 所以他从来不干这个事 我所有的这个店 就是我自己的 小米有什么价格 说你这个东西要这个 七个营销了 那个东西是不可以加价 下边会老老实实执行 这块 所以他更像苹果店 苹果店也都是苹果公司自己的 不是说我谁加盟 我现在想加盟一苹果店 没有那事 都是苹果自己开的 苹果自己去训练 全部的员工 制定规章制度 做所有的政策下发 你不可能说 我到苹果店里说 我给你多点点钱 你给我弄一什么事行不行 没戏 小米店里也没戏 但是华为店里可以干这个事 所以整个这些东西都还是 可以让他去 因为华为就把车搁店里 现在小米这个都有 只是问题在哪 小米有些店 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可能需要租大的店面 你就可以摆下车了 而且小米的店面 还有点什么好处呢 小米的店面是在全世界的 不光在中国 小米在华为退出世界舞台以后 基本上把华为在全球的流量 全都给接掉了 所以小米汽车 未来有可能在全世界都会去买 但是这个要一步一步走 先在国内卖一下 对吧 再到各个国家去参加当地的测试认证 完了以后才能出去卖 对吧 而且小米的整个的品质呢 其实大家是对他品牌 有一个基本认知的 你这东西你说 这个我因为你是要小米 就多卖你多少钱这事 他也不干这事对吧 我叫小米 我就是便宜 对吧 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给你 品质 你说多好 但也没有多好 就过得去 咱们就以电视为例吧 因为我们家就是小米电视 小米电视呢 你说他首先这块屏 肯定也还过得去 但是你说他色彩还原啊 什么这些东西 你跟索尼比 你肯定比不了 但是你说我买了一个 50寸的电视 我花了两三千块钱 你还要啥自行车吗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不仔细看 或者说我们没有那设计师的眼睛 你也看不出来偏色了 但是他肯定没有那么正 因为我们是以前有设计师 看过这个小米电视 色彩还原上跟 索尼跟三星比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差距的 当然小米后来也出什么 大师系列 他就你想要那个行吧 也行 花点钱 再多花点钱 但肯定还是比你买 索尼三星要便宜 工业设计呢 小米属于要过得去 小米以前所有家电的工业设计 抄的是谁啊 抄的是无印良品 我们管它叫性冷淡风 对吧 一个白壳子 装饰性的东西 全都不要 我尽量简洁 尽量直接 把这个诉求告诉你 所以省个原来小米的工业设计 相不便就完事了吗 对吧 但是现在华为什么 其实还没有形成调性 包括华为的手机 你说它有调性吗 你也没有 你不看那logo 你说这手机是华为 太看不出来 那么这个也算是 小米的一个优势 但是小米最大的优势 其实还不是这个 小米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所有上面 写那五家里头 可能除了比亚迪之外 其他四家都完全望尘莫及的 一个优势 1276 什么东西 1276亿现金储备 他把钱放在那 说我有钱 现在所有造车新势力 包括华为 夏普雷塞里斯 都是亏钱 一年亏个50亿 30亿 都是这么个亏法 对吧 那你看谁亏的时间长 谁手里现金储备多吗 小米说 我有1276亿 那么剩下这些家 你可能手里 有个两三百亿 也是这种水平了 你没有那么多钱了 对吧 那你说你跟一个手里 有1276亿的小米比 你咋比 对吧 他亏钱都亏死你 最后当你玩不下去了以后 你要不要卖给我 他跟你商量这事 对吧 他跟你玩这个 你没法弄啊 他最后就说 我可能卖卖不过你 我耗死你行不行 我活到最后 我最厉害行不行 你看小米集团 每年还能挣个 一百多亿的利润来 我再往里补啊 你们那些造车新势力 谁敢一年赔一百亿进去 谁也不敢嘛 现在赔的最多的 可能是未来 一年大概也就是赔个 大几十亿啊 也就是这种水平 他不敢赔到一年 一百亿以上 对吧 那你跟这么一个东西比 你咋弄 前面咱们比较的 这些车鞋里头 谁钱最少 大家知道吗 塞里斯最少啊 就是华为 给华为造万计问界的 他手里大概 只有两三百亿的现金 而且一年 还要赔个三十多亿 这个他可能赔个几年 就没了 所以华为的压力 是很大的 对吧 不造车的那帮人啊 出去做新公司去了 跟什么啊 叫做什么长安啊 什么这些人 去做新公司去了 那新公司 你如果短期内 没法上市 那也是压力山大 传统车企 就是华为汽车 这个新公司的股东 根本就没被这个雷军 放在眼里 长安在那五家 知性名单里 不在啊 所有在这里的 入股的车 车企业的 谁在那名单里 都没在 想造车的 留下来了 虞成东实际上是 想造车的 他留在华为里头 他叫华为终端部 那么他还要接着 搞四个界啊 问界 致界 别的还有俩界 他搞这些玩 但是问题在哪 虞成东是要吃肉的 华为属于叫 既要面子 也要李子 这么一公司 这个出来啊 华为110先了 给你站台 但是利润 你得给华为啊 华为要挣钱 那谁亏钱呢 是赛利斯跟奇瑞 就亏钱呗 这个奇瑞是造这个 这件S7是奇瑞造的 问界 M5 M7 M9 都是赛利斯造的 那你们就要来承担 这个损失 要亏这个钱 小米每年啊 再把这个利润填进去 所以他们这些 是比不了的 那么小米汽车的未来 到底是什么 第一 我们还是要讲 这个压上 全部身家与生育的雷军 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点 什么时候会讲 全部身家与生育 上来讲 反复的讲 雷军每次出来讲 小米汽车的时候 都在讲这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第一 所有的朋友们 刚才我们讲 雷军朋友变天下 该帮忙了 该使死力气帮忙的时候 到了 他在喊这句话 第二 往日无烟 尽日无仇的 不要挡在我面前 我会跟你拼命的 第三 有仇有怨的 你自己掂量掂量 你们一个一个身貂肉贵的 在我这儿见一身血 划不划算 你自己想明白了 第四 真敢挡在我面前 那就是结死仇 不死不休 这雷军讲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他反复提 反复提 这个是有意义的 再往后 带着1276亿现金储备 所以他打的仗是什么 就是曾国藩讲的话 叫结应债 打呆仗 我也不跟你玩那些乱七八糟的 这个什么鸡灵狗碎的事情 或者什么起因巧遂的事情 我就老老实实的把牌桌 钱放这儿了 咱们说话咱们干 这看你谁跟我拼到底 搞这些东西 而且工程师造车呢 诚意满满啊 这个堆料充足 性价比足够高 出去能用不丢人 还不难看 这样的一个车 所以我觉得啊 该买的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啊 想买就买去 没什么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段啊